介绍自己 我叫Evin 是前情 为什么想学美术 我学画画是因为陪孩子 因为孩子来画 所以我就有这个时间来画 这样陪他们 我要去吃东西 找地方做我就一起坐下来画 因为我家人喜欢画画 因为这边的环境很不错 然后他们会 这些老师也很好 他们会教你一些 比较技术上的东西 就是很像你会不懂 你问老师老师会 讲技法啊 就是也会给我们进 进物素描 就是会摆那些 食物给我们照着看照着画 就比其他的 学院 来得生动一点 然后课程 做画时的心情 我心情是放松 因为 这里不会有压力啊 可以让我自己去做 想要创作 可以在原有的课程上 添加一些我自己的 想法 心情是比较放松 就比较有me time 因为身为两个孩子的妈妈 其实是没有me time的 将就画画的时候 at least我有那几个小时的时间 是自己可以做的 比较做的事情 可是很平静的 对作品最满意的部分 最满意的部分 全部部分都很满意 其实这个作品很难底下 这个是我第二绘画 然后 我是不绘画的 然后我就 真的是用了很多天 然后我现在发现就是 原来画这种油画 可以用很多个小时去完成 所以我觉得完成它 已经是我最满足的地方 最满意的部分 是我炒品 就是 我用刀一笔底 把那个炒画上去 我很希望它变成 旧品想表达什么 我要表达一个很广阔的地方 就是 你们看进去 你们要做什么都可以 因为 那幅画是 自由定义 是 我没有想要强加什么想法上去 在疫情期间 还是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发生 不要把它想到那么坏 这幅画其实 我是看到 就是疫情的天空 那疫情的天空 对我来讲就是 空空不当 没有人 所以这幅画给我感觉就是 没有人 没有车 没有地方 就是 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的 一片空空的路 所以这个就是 想给大家讲说 只要过了这个疫情 大家都有这个路可以跑完 就可以 跑回轨道 自己在美术道路的未来发展 特别发展就没有了 但是就是 兴趣来话 就是 觉得原来画画可以这么的疗愈 可以这么的放松心情 所以就 画画就可以 让我的心情比较平复 所以就会在这里 这样一方面 兴趣而做 我不是走艺术的 但是 顺其自然 我可能会去做美术了是吧 因为想学美术 对 我觉得如果是小孩子的话 学画画可以增加他们的创意啦 跟可以让他们比较平静 离开手机一下子 那其实当然的话呢 我也是第一次学画画 我小时没有学过画画 也是因为孩子的原因 让我有机会学画画 然后我觉得不是因为年龄的问题而助自己去学 反而好像我们这样子长大 虽然没有时间 但是如果可以抽空一两个小时学画画 诶 学了一个新的技能 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一个体验啦 大家可以来学一下 然后也可以疗愈一下那个心情啦 可以多多来支持红豆鱼 坚持下去 就是胜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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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